接下來第二場 繼續跑這個泥地賽 不過這場就是三班賽事 狀態指數表1、2、4、10都挺漂亮 今季這幾隻馬都對淚過幾次 配備轉變這隻掌聲 近期都有點心急 我覺得部署不斷轉路程 不斷轉配備 都不像羅富泉那種作風 隨綁你 另外以戰得勝都是羅富泉的馬 除了面孤跑 先看這隻幸運傳奇 今次就用回中翼禮跑 上次是吃力的 因為加分加磅突然揹得這麼重 回來就腳軟了 狀態就沒有走樣 好,接著就無心碎臉 真是保持得這麼聰明 神操依然是交出非常非常好的水準 我想在這組馬看狀態 它是最厲害的一隻 好,接著看看這隻 連連行運後面4-4-1 今季只是跑了一次 上次還要初跑來地 但你看看它上次初跑來地 它不是跑得頑皮 這隻連連行運 我想你等它再熱多一點身 可能去到貴的中後段 可以追蹤它 人馬又來了 假結尾 黃詐 都已經贏了馬 上一次贏了 轉來地 真是有不錯的效果 但今次這個檔位 就要欺負跑法 這隻就掌聲 上次曾情千八 帶頭 但結果回來都很頑皮 今次直接試試泥地 試試不同的配搭 路程 我想都是測試一下 神操依還窄理 好,接著再看看雪山神區 外面那隻波爾多 他們都回到蟲化了 叫做回一回 波爾多贏之前 都一直有蟲化油來的 外面那隻就是波爾多 而雪山神區一直都在後面位置跟 其實上一次跑來地 它叫做有小小追勢 但可能有時比較側身的馬 一被人拖遠了 它自己都順著自己走就算了 名次上第五 感覺有點不過不失 上次有過第五 好,再看看它內圈的度鋪 都是重化的 前面那隻433 後面就進益線 這些很年輕的馬 跑了兩次而已 兩次都不是輸得遠的 1017磅 好,再看看 以戰得勝 這隻馬跑來跑1650來地 又多奇怪 只是試一下而已 那就隨便沽吧 因為家庭 雙天至尊4勝3的馬 上次在四班又贏了一場 你看到它的模式基本上跟威威鬥士都差不多了 三班就不夠跑 下四班就會好 狀態其實都是差不多了 好,轉來轉去 沙田千四、千羅、谷草 什麼都試一下 沙田直路都試過,進龍區 現在是轉泥地了 其實這馬都不差的 真是神粗條 想的當然想交代 希望它可以 沒錯,皮具知聲也是 來到這個水平 可能分數都有點盡 但今年這隻老馬 難得七歲 真是老當益壯 長長都這麼漂亮 來到第二場的泥地賽 這座只有十隻馬跑 雖然你看到分數都擴闊了 但還是只有一隻特分的馬 兩隻特分的馬跑下來跑 我就選了兩隻 都是今季泥地相當有根據的馬 無心碎麵 皮具知聲 尤其是這隻無心碎麵 之前都跟大家說 你要留意一下人馬合作的數據 尤其是那些多數據 這隻馬,你看何宅堯跑 成功率相當高 我覺得很多朋友 都忽略了這一點 所以人馬合作 我建議大家多看一點 十號皮具知聲 一直都很高水準的狀態 另外贏的 例如黃詐 都排了一個中外檔 但它都有能力接近的馬 相信這場的範圍 應該不會太闊 都是走不出那幾隻泥地好手 照計幸運傳奇 你擺得中逆禮排在這個檔位 基本上沒有跑法 走就很硬 外檔更加會走 你會壓倒別人帶頭的機率 會比較更加大 好了,接著雙天至尊 我想這隻都不會放過你了 變成大家都在前面走 我都不知道前面會扯成怎樣 這個就真的大家自己再評估了 其他的馬 我都覺得那隻二號的無心碎棉 你說贏不贏得 希望有些形勢會幫 但在狀態層面裏面 而這個81分 你都必須要更加珍惜這些路程 隻馬保養得這麼好 我覺得如果真的扯得快的話 都希望幫到它 可以發揮得更加好一點 另外就是10號馬皮具知聲 我都是這兩隻的 因為皮具知聲在泥地上面 真的有很大的驗證 而同時間133磅 我講的那隻無心碎棉 皮具知聲是115磅 而預計貼欄的馬 照計點都高一點 你先節省了位置 直路上面怎麼追是一件事 有沒有得追 好視乎就是幸運傳奇 和雙天至尊會扯得多快 但是兩隻 一隻重磅 一隻輕磅 後上馬我都覺得要留意 其他就臨場再看 第二場賽事 都跟大家研究過 休息一會 沒有 在這兒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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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